加拿大统计局延长有关歧视经历问卷调查的期限 鼓励国民田社问卷 分享在新冠肺炎期间所发生的歧视经历 去军言的步道 加拿大统计局有监于越来越多国民参与歧视经历问卷调查 因此将问卷的最后收集日期延长至下星期一 8月24日 众桥护助会前行政总裁曾自动指出 国民主动分享经历 有助推动本国成为一个无歧视的国家 另外 近9月开学日 有不少家长会担心子女在学校里面 会遭遇到和新冠肺炎相关的歧视事件 陈志动就表示 面对歧视事件的时候 家长和学生都不应该啞隐 跟人说的就不要啦 这件事又大化小又小化无算啦 在这个问题上 刚刚是识得其反的 应该要将小事化大 大事化到更大 因为我们是被人欺负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可以再做啞润了 他就鼓励有需要的国民 反握法性的机会 给决策者了解本国的歧视问题 而公众可以到加拿大统计局网站 填写文卷 新时代电视记者 许光燕报导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